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说呀人有五脏六腑五官七窍 那么我们的耳朵经常会出现一种让人心烦的声音 就是我们的耳鸣 同时伴有我们的听力的下降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 尤其是在夜间我们安静起来 人就感觉特别的烦 而耳鸣我们临床上是怎么进行辩证论治的呢 大家想因为耳为肾致开窍 所以说同时还伴有我们肝胆之经落耳上颠顶 那么我们的耳朵出现了鸣 甚至听力的下降 我们一定要找肝肾而造 这是我们中医亘古以来的不变的一个话题 就是肝肾阴虚 耳会造成阴血不能上奉于耳 造成了我们耳鞘的功能减弱 出现了耳鸣 同时也有耳聋甚至听力下降的夜症状 但是这里边也分虚实 当我们耳鸣伴有丁力的下降 出现了刮风声音 而是通过我们在风扇底下受风以后 将我们的一些风寒冲击我们的耳窍 而阻止淤积我们的耳落 风气相搏 与我们的耳落而发而为名 我们就疏散风寒 当我们出现了一个耳鸣如潮水之声 伴有口苦咽干 木赤大便干小便黄 这症状是肝精热胜 那么我们就清肝泄热的方案来解决这种耳鸣 刚才我也讲了 由于肝阴血不足 耳鸣糟糟 或者重鸣 那么我们就补一肝肾之阴血 因为水生木 而自水寒木之法来解决我们的耳鸣 同时但是有一种耳鸣 大家一定记住 像我们明代著名一家王伦提到的一样 当我们自不肝肾而不解 这个耳鸣不会减轻 同时伴有的耳鸣是禅鸣之声 一只禅在持续的高音点在叫 那么这种耳鸣王伦就说了 那么看看他的舌 他的舌苔一定是黄腻的 而大便也是黏腻的 同时伴有口腔的黏腻 一半痰热内扰的症状 同时伴有心烦失眠噩梦的现象 那么通过清热化痰的方案 那么耳鸣自然耳鸣就会减轻了 甚至听力也就恢复了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讲 痰热内肾而引发的耳鸣临床上 到底怎样辨证治疗 这个患者是一个45岁的弹性男子 他平时特别的就爱吃烧烤 喝点小啤酒 这样他就出现了耳鸣 耳鸣如单只柴鸣 而调音非常高 影响了他严重的睡眠 到医院一检查 听力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就给他诊断为神经性耳鸣 伴有耳聋 他说你很难治疗了 同时给他用了一些扩血管的 也用了一些活血花瑜的药物 但是疗效不解 通过一个患者 我以前的老患者是他家邻居 就介绍给我了 来了以后 看看他的舌脉 确实是胎黄腻 又问了问他其他的症状 他说我现在心烦失眠 有痰 痰的有时候 黏 而且大便的黏腻排泄不差 伴有一些口腔的黏腻 我一摸脉脉的黄而硕 标准的痰热内疗症状 当时这种症状 我们就清热化痰 在基础上活血 使痰热得解 血气通畅 那么气血能上风于耳 就能够缓解我们的耳鸣 伴有耳聋的症状 慢慢的大约经过了 一个半月的调理 耳鸣就缓解了 所以说中医治疗疾病 是根据我们的望闻问切 四诊核参 通过我们外在的表象 来诊断我们人体 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发的这些病症 正如我们所说的 病足以内 必行之以外 由于痰热内扰 所引发 这个患者的病例 就给大家分享在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有时间的情况下 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甚至大家可以私信我 关注我 会让大家的身心更健康 感谢观看